大聊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哈喽大家好,我是本台主持人青盟居 欢迎收看燕云台皇家快去 花心富二代一见钟情,网红女神瞬间沦陷 生活在上京市的网红富二代耶律邪陈 在网络上的风评一直都是花花公子 因为其患女友的速度惊人,被网友戏称为耶律司聪 据悉,该富二代近日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女神照片 声称自己和女神在幽州是网红皆拍景感相识 目前正在追求中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风潮 老公前女友竟是公司同事已婚妇女大吵大闹 本台记者今日收获一则情感讯息 结婚多年的李女士一家一直都是生活美满 然而李女士的丈夫却突然接到了公司的调零 要她去总公司 李女士这时候才发现老四的直戏领导竟然是以前的前女友 得知这一消息的李女士前去找公司领导层商量 却直接遭到了驳回 并且通知李女士有所不满可以离职 无奈的李女士为了断绝老公和前人的联系 每当男友在公司加班时都会打电话催促男友下班 可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嫌隙 已婚男子出差掩语 金屋藏娇直至怀孕 作为情感节目收听高发际 本台特地在为各位听众讲述一则情感讯息 作用大公司的萧女士和老公的生活一直很好 生育的子女也有好几个 事业上也是顺风顺水 然而让萧女士没想到的是 在自己怀孕期间 自己的丈夫在一次出差中出轨了一位风尘少女 并且让下属实习生把她安排在了外面的租房内 而对于这一切萧女士毫不知情 直到老公的情人在外面怀了孕 萧女士才得知这一切 重病家属遭遇上司劝救 酗酒过度导致死亡 近日 我是太医院收支了一名由于酗酒过度导致死亡的病人 据死者家属称死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平时就心肌梗刺的毛病 出事时死者正在聚会 有一名无良的同事在上司的怂恿下 一直在向死者劝酒 最终导致了死者因酒过度 忽然心脏病死亡 事后无良同事辞职消失 有关司法机构仍在认真追查 好了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演员台皇家快讯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